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小脑的脑萎缩 患者会出现勾音障碍 行走不稳等等 如果说是这个激发性的脑萎缩 可能我们要治疗原发病 比如说脑梗 脑出血 这个退行性的病变等 我们可能治疗原发病以后可以控制或者减缓脑萎缩的速度 对于真理性的脑萎缩 可能目前还是一种自然的衰老现象 对于真理性的脑萎缩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